下两天在网上发现了一家68块里面的自助 又能吃火锅又能吃烤肉 我就很好奇68块钱能吃到些什么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到了呀 我们来看看这个选菜区 这边是一些海鲜 有这种扇贝 还有虾 赖尿虾 撑子还有青口 又海鲜区居然还有罗氏虾 这个螃蟹有点迷你有点可爱 还有一些鱿鱼 问一下这些是什么肉啊 牛腿 这是羊肉那个是牛肉 肉类在捕获上心了 拿点肉吧 这些都是刚切好的 这边是一些打火锅的蔬菜玩滑类 蔬菜 鸭血 安全蛋 丸子 还有波波贝 你好 想问一下你们那个68以为是包锅底吗 包锅底 锅底要加多少钱 多少钱 一个人是吗 一个锅 好的谢谢 这些肉应该是用来烤的吧 搞点牛肉 牛五花 猪肉 这边是一些肉类 烤肠 鸡翅 牛肉粒 扇子骨 吃多少拿多少不要浪费 还有寿司类 这里有一些两拌菜 哇塞还有波波鸡啊 这边就有一些中式菜类的 哇很多都被人拿完了 有丁螺 水果类的 这边还有一些杂物类 甜品的还可以吃 既然有喜酒 来个冰红茶 好吧 这是我们的第一轮 他就是68一个人 然后如果你要吃火锅的话 加15块的锅底 四川风水 热热嗓子 开动 我们先搞点这个波波鸡吃一次 这个筋口 这个时候发现有点不对劲 那个筋口原来是生的要烤的 我以为是熟的直接吃了 哎呀放上去烤吧 又看到一个跟我一样 一个人来吃的大哥 哈哈 饿了先烤点肉吃吧 这两片白的是猪肉 还一个是牛花 滋滋冒油 那我还好吃 这个烤肥牛配一个泡菜吃 很辣酱 猪肉类啊 要渴到这种焦焦酥酥的状态 被我烤的无比的焦酥 火锅也可以了 直接虾 来吧炫点肥牛 别说它这个蜘蛛酸里面 这个香油啊 给的还挺香 再来一盘肉 这个备煮的白糖菇它会很鲜 这些海鲜呢也可以煮进去 来这里叫疯狂炫肉 再来烤一轮 这些小姐看你那个脂有一点点焦 就会主动过来帮忙换 原来它们是这样换的 然后再把你的这些吃食扯过来 很考验手法 这就换好咯 谢谢 再烤点肉吃 再煮点蔬菜进去 这个应该烤好了 搞点那个宽粉和豆皮吃 一般火锅的结尾我都会搞一个宽粉 突然想今天都没有怎么吃蔬菜 这个白糖菇的娃娃菜 把那些海鲜之类的煮进去 这个汤就比较鲜 那个白菜很甜 几块水果收尾吧 今天吃这一餐 一个人是花了83块 你们觉得这个体验感怎么样 这一餐